SafeX 香港动漫720 不问自取 这个拆架这么有趣 借来看看 试试好不好拆 哎呀 那拆架我没用过 不问自取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 很容易惹人反感影响友谊 家长平时可教导孩子 想借用人物件时 应该才得到别人同意 而且未经许可 亦不能使用 以礼代人 小刚 请你吃粒朱古力 好 我最喜欢吃朱古力 对了 乐乐 稍后消息 你帮我去小卖部买盒娃奶 没问题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小刚在以上对话中 欠缺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他没有说多谢或者麻烦 礼貌是要培养 家长除了研教 也要新教做个好榜样 赢你的家庭成为有礼之家 快点点击下面条链 报名出席我们的免费收身广座 我们的文憑课程已获得资力架构认证 亦入选持续进修基金资助课程名单 请支持香港创意工业 记得subscribe我们 like我们 留言和share我们呀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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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